非常高兴再次站到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 我们得到这个好消息的当天晚上 金飞就失踪了 到现在也没联系上 你说我着急不着急 大幕这一拉开就得开演 没辙 我一人给您演吧 给您演一段传统的快板书 孙悟空三大白骨精 这也太交易了吧 你给我滚回来 我来了 郭老师过年好啊 过年好 过年好 拜什么年呢 这都几月份了 还拜年呢你这 台脸找不着他 看见了吗 录制的时候他来了 你干什么呢你 哥 我回来了 你刚才听完那首歌曲 是不是有一种热血沸腾 血脉粪张的感觉 哟 话筒的血脉太粪张了 都让你空出脑浴血来了 你干啥拿着它 你老跟我提这个干嘛呀 你给我站好了 你告诉我 你这段时间找不着你 你干什么去了 我学习去了 学习 学习去了 学要饭去了 学要饭干嘛呀 你穿这是什么呀兄弟 这破衣拉萨 哎呀我的天哪 你从哪儿剪了条蹲布 蹬到腿上了这是 懂什么呀你 这叫潮知道吗 时尚 行行行 你甭给我扯这个 我问你你上哪儿学习去了 我上哪儿了 我上荷兰了 哎呀我的天哪 你上河南干什么呀 北京也有卖会面的 你非得上那儿去吗 哎呀 哎呀 荷兰不是荷南 荷兰 当然了 欧洲 欧洲 欧洲荷兰 时尚潮流的聚集地 随便学习一点 都能融入咱的节目当中来 行行行行 你站好了 我问你 干嘛 你上荷兰 你跟谁学的 哎呦 这个问题问得好 哦 要提起我的老恩师 在荷兰那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叫什么 我的老恩师名叫 威廉姆 亚利山大 克罗斯 乔治 七公 还是学要饭去了 怎么还是要饭呢 你让大伙回一回 七公吗 哎 你师父是不是姓红 哎 盖帮帮鼓 不是吗 九十十代 降龙十八掌 你啥你都不懂 七公是姓 人外国人把姓割后半 你不知道吗 我叫什么呀 金飞 到国外不能叫金飞 那叫 飞进 哎呀 我看你就够费劲的了 我跟你说哥 我到了荷兰以后找我那老师人要了命了知道吗 怎么 我就会找他那是威瑞威瑞的低飞扣子 哎呀 你就说特别费劲就完了你还低飞扣子了你 你气死我了你 这外国话嘛 嗯 我找到我师父的时候啊 我师父正在马路边蹲着 要饭呢 要饭干嘛 蹲着练功呢 练功 练功呢 要 要 接着要 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你还接着要 要 要 上一次要成功了这是 哎呀太好了这个 那是练流行音乐那是唱歌呢 什么流行音乐 我赶紧过去跟我老师说 我说老师老师老师 我想跟你学习这个流行音乐 那他怎么说的 哎呀 荷兰那边 哎呀 哎呀 荷兰也做烟头 哎呀 抽到这个烟气 种 就是河南 就是河南 说出来了朋友们 说种 种 中国人 哎呀 中国人 哎呀呀呀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 没想到我跟我老师 我们两个人是一见钟情 当时就决定守我为徒 哦 并且在晚上举办了隆重的拜师仪式 哎呀 就你们这个破玩意儿 还有拜师仪式 那当然了 那天晚上 不但有我的老恩师 亚历山大 克罗斯 乔治 七公先生 还有我的师叔跟师大爷 听见吗 还有师叔和师大爷 我的师大爷是来自俄罗斯的安东尼巴布洛维奇 隐身娃 叫什么 隐身娃 隐身娃 你师大爷是老六啊 你大爷是葫芦娃 你不是说隐身娃吗 什么隐身娃呀 不愿意理你我都 还有谁 还有一位 还有我的师叔 谁啊 来自泰国的 嗯卡不卡 夸的令夸 叫啥名 嗯卡不卡 夸的令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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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令夸 哎呀 你师叔是泰国唱快板的 是唱快板的 唱快板的干嘛呀 搞流情文化的 什么流情文化的 那天晚上拜师仪式结束以后 我的师叔师大爷 纷纷向我送礼 表示祝贺 还送礼物了 那当然了 都送什么了 来自俄罗斯的 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 要送我一个俄罗斯的 大脸吧 就面包 来自泰国的 要送我一个 泰国的大椰子 哦椰子 那么问题来了 来自俄罗斯的 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 不让来自泰国的 送我这个大椰子 哎呀 来自泰国的 也不让来自俄罗斯的 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 送我这个大脸吧 俩人说着说着就集了 来自俄罗斯的 安东尼巴布洛维奇隐身娃 拿着脸吧 打了 来自泰国的 摩卡摩卡 刮的领夸一脸吧 来自泰国的 摩卡摩卡 刮的领夸一脸吧 拿着椰子 打了俄罗斯的 隐身娃一脸子 也不是 这药里别的脸吧 安东尼巴布洛维奇 打了手里 跌了叶子的 摩卡摩卡 刮的领夸一脸吧 还是呢 手里跌了叶子 刮的领夸 打了腰里别的脸吧 安东尼巴布洛维奇 到后来 隐身娃 作业子 隐身娃 铁地 铁地 吃脸吧 哎好 哎 哎 吸热口令了 这是啊 哎呀 隐身娃的 唱快饭的 打起来了 哈哈 我告诉你 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你俩人多喜欢我 行行行 你甭跟我说这个 干嘛 我问你 你上那你都学什么回来了 别看我去的时间段 我学会了流行文化的精髓 啥精髓 我跟你说以后咱俩必须改变 哥 服装就得改变 你看你穿的衣裳多含着这大褂 是人穿的衣裳吗 这衣裳 最可惜我还跟你有一样的衣裳 不是那说相 穿块板不都穿大褂吗 都穿谁还看你啊 你得穿出你的个性 我穿什么 我都给你买好了 我在国外 我跟你说吧 哥 还给我买好了 我给你带礼物来喽 什么玩意儿 你瞧这配色 这是什么配色 这不红配绿吗 我这好看极了 不是 我穿这不好看 你好看 你穿我看 哥 你瞧这帽子没有 这帽子2019岁新款 这个配色不是原谅帽吗 这不是 什么原谅帽 你戴上我看 你更好看极了 不是 你听我的 我这还有一个眼镜 我跟你说这都是我师叔师大 送我的这种 不是 这行吗这个 行 哥 我这还有一项链 不是 你别动我 套上 你让大伙看看 哇 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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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副眼镜绝了 漂亮不漂亮 绝对帅气 我跟你说 哥 从今天开始以后 咱俩再演出再比赛就穿这个了 啥 再比赛就穿这个 什么比赛穿这个 叫这个 你还得让人淘汰了 你也穿这个 淘汰 淘汰 淘汰吧 哎 淘汰吧 干嘛 你以为这回我是为了复活回来的吗 你干嘛回来了 我告诉你 哥 我要带你一起开辟一个新的艺术道路 我要颠覆你的曲艺冠 是我 就是以后的金德纲 哎呀 你可你可别这么说 哎呀 等等 等等 你好 不像 我也叫德纲 不像 不像 她不是那个杠 你乃 我也是 你干嘛呀 你干什么意义 这么什么 真被咱们淘汰了怎么办呢 怎么意思 真淘汰了 淘汰吧 现在就淘汰我吧 我求你们现在淘汰了 听我指挥 大屏幕出结果 好 我的得分是负一分 来 关老师进广告 来 一号机给我一个特写 让你看一看我无所谓的样子 哦 我淘汰了 我无所谓呀 来 来 降幕 拉大幕啊 快拉吧 无比 赶紧上场了 来 给我来点大众美酒点饭 老村长酒 我要庆祝庆祝 还有 你干什么意义 干嘛呀 没人管得了我 谁谁以后谁也管不了 我金德纲我怕什么 我 师父师父 我姓金的是不是都这样 我告诉你 怎么意思 你师父今天哥来了 不可能 我师父得喝懒呢 你这爱谁 哪个师父 哪个师父 从小13岁教你唱快板书的 李派传人李少杰 五 真的假的 在后台待半天了 他怎么奶呢 嘚瑟啊 你就在穿这身你嘚瑟 你等着 你 我师父 你等着 我师父看我穿这飞踢死我 我叔啊 别玩笑笑乐了 你知道你徒弟现在什么样吗 我跟您说啊 你都不知道他狂死了 哎 最缺可你没看见他穿那件衣服 我跟你说 待会你看他穿什么样 看他啪啪你就抽到 你看他那个 温温而雅的死书 师父 您来了 一看看你这死样 你都穿成跟忍者身龟一个样了你 不是不是叔 什么不是 你都差两把叉子了 哎呀 叔叔不是您看见的这样 您不知道 什么样 他刚才说 他上那个 他上荷兰了 他碰见那个 一个眼神麻 后来上门眼神麻之后 他又碰见一个 泰国常怀本的叫 穆卡穆卡 夸得另夸 都都他说的 你要说什么呀 不是哥 不是 哥你注意点状态 你要再这样 一会儿正给咱俩淘汰了 来呀 对 我就是要说这句 现在给我淘汰吧 来 大屏幕出结果好的 我得分是负一分 来 郭老师准备进我购 一号记给我的特写 看看我无所谓的表情 来呀 降幕啊 降幕无比 带你上台了 哎呀 伯伯 冷静 哎呀 怎么了这是 看着我 看着我 听书的吗 听 就听我的 不管怎么样 去住了 你把这身衣服给我脱了 我走我就不想穿 压根我也不想穿 师傅怎么了 现在这种情况 你可千万别惹他呀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在这个 哎呀 宝贝 老师 宝贝 别别别别 今天 郭老师 刚才你上台来是说什么来着 我要唱快板 唱快板 那个能唱能演吗 三打百五镜 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真没问题 师傅我精神没有问题 我 我信 我信你 我信你 那这么着 听书的 我陪你唱怎么样 你又陪我唱 我陪你唱怎么样 行 那咱今天咱给大伙唱一个 唱一段 哎呦那是为他病情好 咱们干什么都行 是吧 是吧 来吧 那咱闲夜少讯 打板就唱 他跳上宝座一抹脸 立刻见怪状消失面貌羹 正是他大闹天空的起天 大声孙悟空 啊 啊 啊 请先 啪 同带六冷暖罗帽 在这帽边中 微秀飞龙 紫荆库 要眼明 牵上恒大红披蜂 紧撑过耳黄云段的 虎皮战群为腰中 斯鸾带紧大连环 高了这个牛皮块血组下灯 手持一条如意 经过了棒 那这是豪气冲天 把面飞风 高还要我 你往哪里走 铁棒直奔白骨精 这妖精 挨压一声说不好 抽双剑 跨过斜身亡 鬼影 孙悟空 在那一棒一棒连一棒 跟着弹指尖 棒起棒落棒扫棒 锅棒车棒车棒 锅棒可一棒一棒连一棒 棒棒紧 闭白骨精 这正是人凭妖魔多变化 孙悟空 我眼睛睛看得清 有志勇勇 有志勇勇 铁棒在手妖物精 扫尽天下的白骨精 你们俩这活还真词词 那当然师父您等会儿啊 听见我师父说声了吗 说什么了 还真词词 本来也词词 这么演好不好 特别好 那你瞎改 嗯 大叔 您慢点啊 他这病什么时候犯的 俩多月了啊 我知道 我听话听话 他太累了 我知道 哎哎 听话听话 他们三个人在那说快板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感动啊 看到一种传承 金飞 陈希回来了啊 还带着你师父 来 金飞给大伙着重介绍一下啊 这个我的恩师李少杰先生 对 这个快板是三大流派 王派 高派 李派 对 李派创始人呢 就是我们的老前辈李润杰先生 这就是李先生的功词 李少杰先生 嗯 嗯 怎么想到吧 你师父请了呀啊 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节目设计有关系 嗯 第一轮比赛的时候算被淘汰了 然后后来我们也经过了很多的思考 希望呢 这个弄一些比较新的有创意的节目 嗯 给大伙表演 最后为什么把先生给请来呢 嗯 因为我觉得无论怎么创新 你这些基本功或者是咱们根上的东西 一定得掌握 所以说就弄这么一个节目 好 金飞说得好 嗯 嗯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 嗯 一只穿云剑 老友来相见 对 嘿嘿嘿嘿 这是没少去看这个报销社区皮膚家APP是吧 对对对对 这咱们就踏实了啊 是是是 现在到了投票的时候了啊 到底金飞晨曦在本轮中分数如何 来 请公布 哦 哇哦 完了 我费 哎呀 但是现在第二名的小沈龙是58 也就是第二名还是有点危险 是是 你们俩还行 怕是弱了吧 好 恭喜两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啊 感谢您 上台先做个自我介绍 好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金飞 对 她是陈希 我们哥俩 站在欢乐喜剧人的舞台上非常的高兴 对对对 马上新的一年就要到了 啊 哥在这个舞台上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我想当爸爸 不是我没明白这是一个新鲜的职业吗这是一个 职业干嘛呀 一上台冒说这么一句了呀 我想要个孩子 你说要孩子不就完了 就这意思 不念要孩子你想好了吗 我怎么没想好啊 我早就想好了 想好什么了 以后我有孩子以后 什么事我都不干了 天天在家里陪孩子 大伙想想啊 有个迷你版的小陈希 天天在家里跑过来 跑过去 就去 去 哥哥你等你等会等 你们家孩子是耗子是吗 你们家孩子 你孩子是耗子 我要告诉你哥 要孩子之前 你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你以为那孩子说要就要 啊 你以为那孩子拿开水一烫就出来了 拿开水一烫 aculaivi 电视剧里面都这样吗 来不及了 要生了 快打棚开水 把剪的地骨用力用力用力啊 沈公公 十个二个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都是 你少看点了轻功戏吧 我就告诉你没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我知道 再者说了 自打这孩子一出生 那一系列麻烦事全来了 有什么可麻烦呢 起名的就是麻烦事啊 起名的有什么麻烦呢 就我们家孩子的名字 我爸爸早就给起好了 起好了 就为给我们家孩子起名的 我们老爷子把字典都翻烂了 叫什么呀 陈字典呢 老头就看一瓶吧老头 我没明白这一样怎么翻烂的这个 老头得亏看的是正面 这要是看的反面 你儿子也叫陈十五块八 我告诉你 起名的都是小事 最重要的事知道吗 什么 得孩子一出生 每天能烦死你 有什么可烦的 每天早起带孩子出门 就是这麻烦事 那带孩子出门麻烦什么 你以为你现在出门 这么简单的 把门打开 把你放出去 把门关上 干嘛你遛狗呢你 你知道等你们家陈十五块八 陈字典 长大了以后你什么样吗 什么样 点点 点点快出来呀 上学要吃蛋了 叫他 快出来呀 干嘛 还逗狗啊 陈字典 这不挺好吗 坏点 赶紧穿鞋 别穿你妈的鞋 穿你自己的鞋 这孩子一天到晚不跟他生气的 把枪放下 怎么还有枪啊 把枪放下 你拿枪干嘛呀 是 爸爸爸爸爸爸 我要报杀父之仇 放了学再报成吗 让爸爸回一天成不成 赶紧过来穿衣服吗 快穿吧 羽绒服呢 羽绒服在这儿了 站好了 站好了 爸爸给你拉拉索 站好了 别晃又站好了 我跟你说什么东西到你身上 就这么费劲 不是你小点劲啊 你手躲开你 开脑袋又压你嘴 这肺劲 这孩子 糟你 挖死我头都拽下来了 那什么 今儿上学别拖医生了啊 哎呀 哎呀 爸爸爸爸 我今儿我不能穿 我里穿袖服 今儿星期一 白忙活了 早孽呀 哎呀 早孽呀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 看看 嘶 嘶 打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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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你们忽略了一个点 这是我儿子 我儿子 你嘶那么大 谁打干嘛 孩子小 你有什么话跟他慢慢说 我跟你这么说哥 我跟你说 要这事我碰上 我就不着急 再好这脾气时间长 也受不了 不能 你要是不信 今天我就让你感受就感受 有孩子这一天就怎么过 怎么感受啊 这么就得了 嗯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陈子典 你是谁 陈子典啊 叫爸 典典 这是第一次咱们人俩见面 我来让爸爸抱你 抱你 抱你 什么恶心的你 不是 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 我告诉你现在美 一会儿准能把你气死了 我准不想 你来一会儿 来呀 你来一会儿 开车 你说从哪儿开始 就从出了门 你开车带我上学开始 就从这儿 你来吧 来吧 来吧 天天 哎 上车了 嗯 嗯 来爸爸把这安全带给你系上 好嘞 哎 让给你送学校 哎 高兴 哎 你怎么这么开心呢 因为爸爸今天我穿的是校服啊 哦 你看 白鞋 白裤子 白衣裳 白帽子 买个校服啊 别闹了 我坐好了啊 哎 爸爸送你上学 开车了啊 嘞 走喽 爸爸爸爸爸爸 哎 琴躲慢躲没躲过去啊 我跟你背个课文吧 课文行 年夜饭 我请您吃 蒸羊糕 蒸熊掌 蒸鹿 别被爆菜名 别被爆菜名 爸爸这开车呢 能不能安静一会儿啊 哦 哎 爸爸咱到哪儿了 到五环了 啊 五环 你死环 多一环 别学越云鹏 别学越云鹏 他是你爸爸呀 啊 我要报杀福之仇 怎么劳务这句呢 赶紧上学去吧 哎 走喽 不吵戏啊 报仇 报仇 复仇者联盟 你校长好 哎 这儿还得为校长呢 你瞧见 行了 别贫了啊 这一天不就算 这这一期 怎么个意思哟 爸爸我放学了 哦 放学了 嗯 好好写作业啊 爸 我不想写作业 不想写作业干什么 嗯 我想让你跟我玩会儿行吗 玩会儿行 一会儿咱们俩玩完了 赶紧写作业去啊 行 爸爸吧 咱演个西游记吧 行 我演孙悟空 哦 那我演谁 爸爸 你演妖精 我演哪个妖精 你演大黄蜂 我 大黄蜂是妖精 大黄蜂是妖精 大黄蜂是汽车精 汽车精 呆 大胆的汽车精 你还不快快现成原型 哦 我是大黄蜂 哦 哪来一服啊 大黄蜂 你伪装停车 罚款二百元 哎呀 爸爸你是不是生气了呀 爸爸没生气 嗯 爸爸错了 爸爸停错地了 你赶紧写多页去行不行 嗯 爸你干嘛呀 我揪法管去呗 我能干什么我 写去 哦 爸爸这题我不会 怎么刚写就不会啊 啊 怎么刚写就不会呢 这题你说你不会啊 这题你都不会 你这智商真死于你妈呀 爸爸教你啊 看题啊 嗯 说 一百 减去七十 等于多少啊 嗯 怎么还开战洞了呢 怎么还开战洞了呢 啊 刚才你那本事呢 嗯 你能个儿那劲呢你啊 嗯 我来 爸爸教你啊 看题 咱们先看各位啊 各位你看啊 零 减零 等于多少啊 零 哎 再看十位啊 零 减七 能减吗 能 嗯 不不不不能 到底能还是不能 嗯 不能 不能怎么办 不减了 不 不减了行吗 不减了能行吗 不能减不得借吗 啊 跟谁借 跟爷爷借 跟爷爷借干嘛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 爷爷说你找了借钱从来都不还呢 别提我 别提我 看提 看提 哎呦 十位不够不得跟百位借吗 嗯 借过来以后 十减七 等于多少啊 嗯 又开振动 又开振动 十减七不是等于三吗 是 是不是等于三 是 那么十位的三 加上各位的零 是不是等于三十 是 是不是 是 会了吗 会了 会个屁呀 你会呀 会呀 这么多我说的吗 这么多是 哎呀 再看下一题 过来 看下一题啊 说王叔叔 有一百斤 一百斤海鲜 卖了七十斤 还剩多少斤呢 看着我 又看着我 我脸上有字 有答案呢 这不跟刚才的 其一样吗 这不是啊 怎么了宝贝 啊 加海鲜俩字 你就不会了 你对海鲜过敏了 是怎么着啊 你爷爷不就是 卖海鲜的吗 这么说 这么说 你爷爷 有一百斤海鲜 卖了七十斤 还剩多少啊 五十斤 怎么剩五十斤呢 爷爷卖剩五十斤 奶奶卖剩的还多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 没说他们俩偷秤的事 这好啊 这个 就是一百斤海鲜 卖了七十斤 还剩多少 偷不偷秤啊 偷秤 偷秤啊 哎呀 我跟你说啊 宝贝 现在没有海鲜的事了 就是一百减七十 算是多少 一百减七十 忘了 你不刚教你的吗 刚忘的 那你都记着什么呢 你借业也嫌不还 哎呀 气死我了 哎呀 这就 哈哈哈哈 算 按照我教你 在那算一点 一百减七十 一百减七十 零减零十 找借业也不 借业也派的没太意思 爸爸 爸爸这题太难了 爸爸 太难了 这到底确实太难了 爸爸这作业怎么写呀 作业不重要了 咱们爷俩活着才重要啊 爸爸 爸爸 你卖海鲜 为什么要抽成啊你呀 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 哥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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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要干嘛呀哥 我要报杀父之仇啊 哥哥疯了疯了 冷静冷静冷静 看着我看着我哥 是我 我我 是不是跟你想象中要孩子不一样 太不一样了 孩子 孩子我不要了 不要了 我跟你说哥 你不能完全听我的 该要还得要 不要了 我爸爸偷撑 你听我的得了 我把我孩子给你 好吗 给我 你跟我嫂子 你们俩先适应适应 适应这个礼拜 行了你们再要 这不就完了吗 这合适吗 有啥不合适咱俩这关系 行 那我给你嫂子说一声 那说好了 我一会给你送家去啊 行行行 你说说 哎媳妇 对 那咱俩有孩子了 对不是你的 哎你跟妈妈接呀 不是 是这么回事 哎哎媳妇 赶紧订机票啊 孩子我已经成功的寄养出去了 知道吗 知道 这次咱好好度过蜜月 别忘这次任务啊 抓紧时间 要二拍 他只在演相 把所有的人物都演得活了 刻画得很好 对 就是这样 谢谢大伙 谢谢大伙 谢谢 这个 谢谢 听完他们俩说相 我非常的感慨 我以后再也不偷蹭了 这个 像是有心人的台上 刚建完就到了 欢乐喜剧人来了 是 接下来到了我们的 第二现场了啊 我们切过来看一下 哦 杉磊 我爱你 哎哎哎 坐坐坐 哎哎 这个有心人的时候 你选的我 哎你别 你先别碰着我啊 你别碰着我啊 你先别碰着我 你想让我选你吗 没劲了 你先先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 继续继续继续 哎 这没有啊这个 躲得远点 我问问后面那个 刘新玉昊来不来 别别别 走 别别别 别 哎哎 哈哈哈哈 哎 不再这么轮番吓唬人呐啊 前面这节目弱成那样 你们都不喜欢 为什么呀 因为我觉得我节目效果还挺好的 这节目还是比较满意的 我想的是连我自己都一块放了 喜欢我们来吗 我喜欢你上我们家来 哈哈哈哈 那就改天上你八千 哈哈哈哈 拜拜 拜拜 不见吧 郭阳 郭亮要不要来啊 哎哎 你俩就别跟着起哄了 你就 他就是前两天啊 一块吃饭呢 我这个还没请呢 来吧 我们跟金飞晨曦是很多年的朋友了 我们一直很犹豫到底选不选择 离得远点 哎呀 哎哎 这调啊 会透啊 来嘛 再大点声 如果没有人敢挑战的话 他们将直接的紧急了 接下来的竞争更加激烈 你想一想 其实这是一个好机会 哦 回去吧 来 请繁场喜剧人们做出选择 20秒倒计时 开始 应该越来越少了 剩四个了 你们要再不按 这边就没人了 这一定要有一个人出来PK啊 应该就是他们 太熟了 太熟了 同样的情况 我肯定不会赢他了 因为我盘算了一下老人 我又盘算了一下对面的那些新人 就是越来越小 越来越窄 而且我更没想到的是 这位晨曦是第六个出 这样咱俩就崔丁可 崔丁可 崔丁可 我要赢了 咱就派他 你要赢了 咱就不派了 行吗 我要赢了我就派啊 我要赢了派啊 崔丁可啊 来 赢 赢丁可 没办法了 再不PK 金飞晨曦的话 那我觉得我们的机会就几乎就没有了 当时脑子里想就是没想到 我脑子里有一万种猜测 一万种想象 就是没想过他能选我呢 我突然间我看到镜头里 我看金飞晨 你掉镜头就哎呀 就飞到后 平时你们来往吗 来往 来往 人际关系出得怎么样 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一个 就完了 不来往了 哎呀这叫不来往了是吧 只有一对跟你们挑战 也只能是一对一了 对 好吗 我们有请郭阳 郭亮